Hello It's me 好久不见郭雪芙 日前被直击 戴着小红帽 溜滑板车 一脸悠哉 好像啥都没发生 拍拍拍不停 广告接到手软 却不见郭雪芙的戏剧邀约 现在更传出被经纪公司冷冻的消息 据媒体爆料 经纪公司和郭雪芙的三年合约 女神只想续约一年 因此被打入冷宫 代言广告统统砍掉 你们可以看到她今年的代言广告就知道 如果是要冷冻的话 不可能会一直有活动的代言广告购买 讲得好气愤 但经纪公司没有直接否认 郭雪芙合约的问题 女神消失好些日子了 经纪人却突然透露 下礼拜会有活动 突如其来的活动 冷冻说不攻自破 小编想啊 这到底是新闻炒作 还是人为操弄 女神不觉得好累吗 优酷痊愈乐 下部戏剧是小红帽吗 台北报道 好久不见郭雪芙 日前被直击 带着小红帽 溜滑板车 一脸悠哉 好像啥都没发生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smile 拍拍拍不停 广告接到手软 却不见郭雪芙的戏剧邀约 现在更传出被经纪公司冷冻的消息 据媒体爆料 经纪公司和郭雪芙的三年合约 女神只想续约一年 因此被打入冷宫 代言广告统统砍掉 你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代言跟广告就知道 如果是要冷冻的话 不可能会一直有活动 跟代言广告购买 讲得好气愤 但经纪公司没有直接否认 郭雪芙合约的问题 女神消失好些日子了 经纪人却突然透露 下礼拜会有活动 突如其来的活动 冷冻说不攻自破 小编想啊 这到底是新闻炒作 还是人为操弄 女神不觉得好累吗 优酷痊愈乐 下部戏剧是小红帽吗 台北报道